现在你看到的是一个全新的单元 在家做柜饭 首先我是一个天天在家做饭的人 虽然在家做饭能够吃得更健康 但是你也知道做饭是一件蛮累的事情 尤其你还需要天天做的时候 好累好枯燥 所以我最近沉迷上了研究柜饭这个东西 我发现柜饭跟普通的家常菜相比 它更能够创造一些回忆 非常大的提升两个人的幸福感 第一期我想尝试做一下和牛牛排 我是个很爱吃牛排的人 以前经常在家做 我也是最近才接触到和牛牛排这种东西 今年呢在日本吃了一次 后来回国以后我又在老干杯吃了一次 印象真的非常的深刻 它跟普通的牛排相比 它的油脂更香 肉更嫩 吃过一次和牛牛排 就不会再想吃普通牛排了 但是你在外面餐厅吃和牛牛排 价格真的很贵 它100克大概是300块钱 但是你在家做的话可能只有一半左右 我之前买的都是普通和牛 我这次买的是澳洲的摄和牛 它的级别比普通和牛还要再高级一点 油脂分布的更加的均匀好看 当然价格也更贵 这么大一块250克大概是418块钱 和牛牛排它做起来其实是比普通牛排还要简单 你做普通牛排你需要准备橄榄油 黄油 百里香 蒜最基本的吧 但是和牛牛排你只需要准备油 我这次会准备一点蒜 其实蒜都不是必要的东西 所以除了它食材本身比较贵以外 它的操作做法真的要简单很多 我今天的做法是跟一个日裔澳大利亚厨师 和酒甜哲也学的 我在它的基础上稍微做了一点点的调整 试验了几次觉得已经比较成功了 所以分享给大家 首先你要提前把它从冰箱里拿出来 接近室温的温度 然后调味 均匀的撒上胡椒以及盐 也不要浪费 然后准备两瓣蒜切成片 我今天牛排喜欢用这种铸铁锅 但其实你用那种不锈钢材质的平底锅 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和牛不同于一般的牛排 它不能用最大火来烘烤 因为它的油脂的溶点比较低 如果你一下就用大火去烤它的话 它的外层那个肉很容易老 所以我们要先用中高火来热这个锅 然后再用中火来烤一个牛排 锅肉以后再倒一点点的菜籽油 我只需要蒜的香味 所以千万不要把这个蒜给煎糊了 然后把蒜给拿出来 先把火弄到中火的位置 然后把牛肉小心地放上去 它的秘诀就是千万不要拉扯到这个肉 要让它很紧实地放进去 然后把这一面没有调味的进行调味 因为这个牛排比较薄 所以我觉得30秒一面就OK了 稍微压一下它 让它更加的紧实 小心翻面 普通牛肉它的那个外壳会有点脆 有点硬 但是和牛并不想要这样的口感 所以牛不停地翻它 我觉得差不多了 让它待几分钟 然后这个时间你可以用来做你的配菜 吃牛排比较喜欢配芦笋和土豆 我是为了节约时间 所以我都做蒸的土豆 其实是可以煎土豆或者烤土豆的 好紧张好紧张 好像还不错诶 粉红色的 我们在家也可以做出米其林餐厅的牛排 前提就是你的食材足够的贵 中间的肉非常的完美 它中间刚刚好无分手 是不是很嫩 只有配菜还没有做好 我们俩在厨房站着 要把牛排吃完了 好搭 和牛的清酒 我觉得很幸福 因为我其实 这段时间比较忙 也很久没有做牛排吃了 如果你喜欢这支视频的话 欢迎帮我点赞转发吧 我就从转发微博的朋友里面抽一个 我送你一块舍和牛的牛排 怎么样 下一期贵饭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有空的话 打算给大家做一个寿喜烧 是那种关西风格的寿喜烧 拜拜 给大家吃的开心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